近期,舌尖上的中国第一,二级总导演陈小青的新作风为人间,正在腾讯视频热播,收获了不少好评。 这部美食探索纪录片,探索中外美食的奇妙缘分,让人垂涎的同时延展出美食背后的人物故事,文化历史。 今天这期藏宝图,让我们来挖掘一下美食背后的收藏品。 那些精美的石器和酒具的故事,图2018苏富比香港青浅龙日志,发浪彩,与美人提示晚拍卖现场拍卖场上最有名的酒杯,名城华豆采鸡钢杯。 2014年香港孙富比春拍,一个明朝成化年间的豆采鸡钢杯,以2.8亿元价格拍出,轰动全场。 天家拍的这个杯子的是著名收藏家刘一千,刘一千在拍下鸡钢杯后,就用他喝了一口茶。 豆采鸡钢杯是明朝成化皇帝的御用酒杯,豆采是中国古代瓷器的颠崩时期,其中以成化年间的豆采雷醉。 鸡的元素又是明朝的鸡翔象征,目前身上仅有四个鸡钢杯,在私人藏家手中,难怪一只小小的酒杯,会创造如此令人瞠目的拍卖价格。 图,明朝化豆采鸡钢杯,2016年,在宽世春拍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套金朝康熙,月用的五彩十二花神杯,以3335万人人民币开出。 这套花神杯共十二指,每一只酒杯都是一种不同的花卉,代表着十二月份,进的这套酒杯的,仍是收藏甲流一千。 图,金康熙金花十二花神杯2007年,一只中国商朝时期制造的青,图羽商。 由英国华为郡康普的莫尼博物馆,Compton美影四百万英镑价格高德,玉商,又称耳杯,是中国古代一种饮酒的器具,既形相绝,亮色有耳,如鸟的双翼,顾名玉商,除玉商外。 中国古代的酒具还包括固,智,绝,狐,甲,尊,伊宝,图,精通酒杯2006年,一只高16厘米的西汉高足玉杯两下纽约加持的秋拍,以85.6万美元价格拍出。 不过更有名的高足玉杯,刀属西安博物馆馆藏的秦云文高足玉杯,这只云文高足玉杯是两千多年前秦师黄与飞平门饮酒所用的酒器。 他见证了短暂王朝的奢华,价值不可估量,图,云文高足玉杯玉杯借的网红,还有传说中的九龙玉杯,致记载,九龙玉杯为长方形,高三厘米,宽四厘米,长六厘米,有干,成半透明状,背身四角各有两条龙,为二龙细珠,杯白也是一条龙,可含一珠,欲有震动,能够跳动,和几总共九条龙。 故车为九龙玉杯,康熙年间,将杨大到杨湘武,三次进入皇宫道次玉杯而为得,更增加了九龙玉杯的名气,可惜后来锦铃杯的,这只九龙玉杯落入民间,不知所踪,图,防九龙玉杯说完了杯子,再来看看吧。 2018年苏富比香港秋拍,清乾龙玉制霸廊彩与美人提示碗,以资讯价形式上拍,1.2亿港币起拍,1.48亿港币落锤,家用金最终以一,69亿港币成交,这只价值过亿的小碗,直径仅是1.8厘米,图。 清乾龙玉制霸廊彩与美人提示碗价格更为高昂的是清康熙粉红的霸廊彩开,光花贵文丸,2018年在苏富比香港春拍,以1.4亿港元起拍,2.39亿港元价格重交,这只拿罕见的用烧纸难度很大的粉红色做底色,其上花卉图案是较为西式的设计,猜测是公众传教士纸笔画彩,清王后, 曾被亨利奈克等收藏家收藏,图,清康熙粉红的霸廊彩开光花贵文丸,明宣德,清花玉藏魂1000后大碗是2017苏,富比春拍补董当期拍卖最重要的拍片之一,最终被以2.29亿港元价格拍下,说富比官网对这件拍片介绍的颇有深意, 小大碗,陶也直颠,妙作识伴花式,犹如荷叶半战微放,捧于掌尖,刚中带柔,辅之如之,爱不释手,外地体肤延年,神会由于刺猬,两两相对,喜有水稿直连之间,即清白延结之德,白辞为止,清廖作末,妙底辉豪,现潮清静流畅,学学如生,书密得当,龙胆相宜, 宣的重气,穿式孤品,独一无二,书未尖稀,图,明轩的清花与早文石林林口大碗,2013年香港素富比秋拍,明成化清花产之秋葵文工碗,最终,11.25亿港元落锤,加上用金114124万港元成交,这种秋葵花文工碗存是屈指可数,总共只有13指,图,明成化清花产之秋, 图文工碗存不比,曾拍卖过这样一只翡翠丸,碗高为7.3厘米,碗口直径为17.3厘米,要制成这样一只翡翠丸,至少让耗费一块几十公斤中的完美翡翠丸石, 这只起拍价100万美元的清单费退晚,被神秘买家以300万美元的价格,约合2006万人民币而下,买家却在付矿时却神秘消失,这只问有着什么样的绅士,神秘买家为何拍下后又放弃它,至今仍是一个你,天家的盘子禅这样。 2004年,美国旧金山一家拍卖行,拍卖了一个名单红武大盘,直径45公分,成交价为570万美金,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送它钱,收藏者并不知道这个盘子的价值,因为它直径硕大,就用了吃海鲜,现在看来,这真是最奢侈的海鲜盘子了。 与这只盘子有着类似境遇,都还有西州学王五年青铜西甲盘。 这只盘子是唯一城市的南宋宫秦旧藏西州重器,上有133字的名文,寄带了西州倒数第二个王,周学王的历史,包括西州与北伐与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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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周时,在辽数李顺富家中发现此盘,竟然被当作吹饼用具。 2017年,在西冷春拍中,这只西甲盘1.2亿人民币起拍,1.85亿元落锤,家用金成交价为2.1275亿元,被网友戏称是上最贵品底锅,门听无。